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最近大家的关注点都在QG的事情上面 很多二路解说和教练都在发生 这种场合固然也少不了韩叶教练 不过韩叶在说QG的时候 还带上了去年的E-Star 这让很多E-Star的粉丝不满意 其中Alan更是被韩叶气得失眠了 深夜发文怒斥韩叶 韩叶看到林教练带领QG输比赛 还笑得很开心,肯定是觉得有问题 这让他想起了去年试惯的时候 E-Star被赠A击,当时E-Star 0-2输掉了比赛 赛后选手们都挺开心的 尤其是Alan的笑容还被流传开来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E-Star是故意输比赛 就是想要再淘汰赛打NPG 回看一下E-Star的阵容 第一局拿的是孙上香 那个版本的孙上香还是挺强的 花海在预选赛的时候 还用孙上香拿到了五杀 Alan的猪八戒打野也是他的招牌 只不过却是没打过A击的乔黎 第二局猫神选了中单手约 这个稍微有点争议 但中单手约也是不少选手都在拿的 只不过当时只有九成的效果最好 其他人差点意思 猫神的中单手约只能说命中率一般 没打出效果 E-Star在2020年春季赛的时候 连季后赛都没进 他们打不过A击是很正常的 这几个人本身就已经很难在那个版本打出成绩了 至于说E-Star的选手们赛后都在笑 其实也能理解 他们本身也做好了输赢都接受的准备 赢了淘汰赛有优先选边权 输了的话就去打NPG 最终结果就是当时的E-Star被NPG暴打 所以真的没法说E-Star当时在空分 因为实力就那样 选的阵容很常规 确实打不过A击 当时即便是有一定的舆论 但是大家完全没有证据 最终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如今寒夜重新提起E-Star当年的事情 并且把QG的事情和E-Star相提并论 Alan确实被气到了 这才发了一条动态怒斥寒夜 Alan如今已经不打比赛了 他现在和寒夜的身份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二楼解说 这两人存在着竞争关系 现在闹出这样的事 其实不太好收场 但两人的共同朋友还是挺多的 估计最终还是可以和解 Alan生气应该也是一时的 寒夜如果能道个歉的话 应该就没什么事了吧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寒夜提到E-Star的那场比赛呢